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火星探测车毅力号搭载的火星直升机创新号 创下了太空探索新创举 完成人类史上第一次在其他星球进行动力飞行 创新号在台湾时间19号下午3点半 在火星顺利完成了首次的飞行 在空中悬停大约30秒 预料之后将帮助NASA收集更多火星环境的珍贵资料 NASA则表示这是19世纪莱特兄弟后 人类又一壮举 创新号成功首飞 也将为探索火星跟太阳系其他星球开创新模式 美国航派总署NASA工作人员大声拍手欢呼 庆祝人类太空新创举 火星探测车毅力号的迷迷直升机创新号 在台湾时间19号下午3点半 完成有动力与受控制的飞行 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其他星球进行动力飞行 从火星探测器应力号传回的影片显示 重达1.8公斤的创新号 先升空到离地约三公尺的高度 悬停约30秒钟 在远处降落 飞行过程中创新号的感应器和摄影机会进行记录 这个画面就是升空后拍下火星地表上的影子 因为地球与火星间讯息传输延迟 直播中观众无法看到飞行的直播画面 而是科学家接受数据 这次的飞行热物挑战度极高 因为火星空气稀薄 大气压力不到地球的1% 让飞行更加困难 创新号的悬翼叶片转速 要比地球快很多才能飞起来 创新号原定11号首飞 但NASA团队在测试时 发现叶片动力有问题 因此延后时程 如今创新号首飞成功 预计帮NASA收集有关火星环境的珍贵资料 为探索火星跟太阳系其他星球开创新局 综合报道